起床囉 起床囉 好 繼續睡沒關係 好 來 停下 剛才呢 剛才這邊 我寫V 為什麼寫V 因為我本來是要寫X 那邊寫X的話 我怕你剛剛在看積分的時候 把他跟那個積分的變數搞混 所以我在寫V 人生大腦就很奇怪 所以我現在要把他改X了 你不用改 我只告訴你 改成X也OK 就全部都改成X 可以嗎 有V的地方都自己改來 我就不寫了 好不好 所以呢 實際上我的意思是 只要你這個X是在那個區間裡面 那麼你會有一個 這是自己改來 最後你會得到這個Fx Fx 他可以寫成 就是以前的泰勒羅匠師的模樣 對不對 這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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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唯一的差別就是 這個地方 有X 這裡有X 這就叫做他的領像 好 那剛剛有同學問說 下面這個是要怎麼做 你就想嘛 這個左邊當然就叫Fx 有什麼好弄的 右邊看起來是一個密集數啊 而且 就是當A等級的時候的那種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就去看 你就要去看這個函數 Fx 它在0那個點的泰勒羅匠師 把它找出來 它有多樣式 它有多樣式 就是這個集數的部分合 所以你要看部分合有沒有收斂到那個函數嘛 所以你就要看部分合跟這個東西的X 有沒有收斂到0 所以你就要去看這個余項寫出來 在這個情況下 它會寫成什麼樣子 你可不可以證明這個余項當 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它會趨近0呢 怎麼寫 可以嗎 隨機想一想 好 那麼 再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呢 我們現在為止 做這些都單變數了 對不對 你自然會想問一個問題啊 我們也學過兩變數的微尊 三變數的微尊 等等 對吧 學過那些微尊了 那泰勒羅匠是 有沒有一個多變數的 泰勒講還是我們多變數的版本 當然有嘛 最簡單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單變數掛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做 我們假設 現在完全完全雷同的做法 好 我們的設定呢 就是 在一個開集 在RN中 有一個開集 所以有一個N變數函數 那你當然A就想成是有N個座標 對不對 N個座標 好像這個樣子 好 然後我們假設這個F呢 它是在U上面 N次可為分的 可以嗎 N次可為分 N次可為分的意思是說 是什麼 所有的天導數 都存在 到DN階 N階都連續 就是 你們可能還沒看過天導數的符號 不過我就一直把它寫一寫 好不好 好 就是對 XI1 點點點 一直到XIK 總共有K這個 K次為分 F 好 都存在 好 這些東西 這裡的這個 K是 01 一直到N 然後這地方的 I1到IK K 它都是 1到N的某個數字 好 這些東西呢 都存在 且連續 在U上 可以嗎 好 你就在U這個區域上面 對每個方向都尾分 然後他發現在每個點都可以做 好 所以每個點都把它尾分以後 就得到 比如說 如果這N是2好了 有兩個座標 X跟Y好了 每個點都可以做兩個偏導數 這是第一步 他告訴你假設可以 所以每個點都得到兩個數字 那這兩個數字呢 就構成兩個函數 對不對 因為你點動的時候 數字又跟著動了 好 然後這兩個函數呢 又可以再做 所有的點微分 又把它做出來 好 一直做 他說你假設可以做到DN次 好 只要你做的微分次數 不超乎N的時候 都存在 而且連續 在那個區域上面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叫做 N次連續可為分的函數 可以嗎 好 現在挑了一個點 好 然後我已經假設這個 F是N次連續可為分了 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考慮一個函數 U 如果你選了另外一個點 好 有另外一個點也在U裡頭 好 並且 這個U呢 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再推在這裡 你假設另外一個點 叫X 他們中間的連線 也要整個在U裡頭 好 好 並且 1-T倍的 A 加上T倍的X 還是要在U裡頭 好 對所有的 T在01區間 可以嗎 這個就是連線段這樣一點 可以嗎 我要整段都掉在U裡頭 這是我的要求 好 剛才是一個區間 我現在是一個區域 然後有一個點到A點 我挑了 剛才本來是區間裡面 挑一個點到X 我現在是在區域裡面 看某點X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去比較 我想要看這個函數 F 在X這個點 它的值可不可以有一個 像是太熱展開式一樣的估計 那麼 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假設 就是要求A跟X的連線 要整個掉在U裡面 剛才講區間就不用特別講了 因為區間那兩個點的連線 當然在裡面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因為它不是區間 所以我特別假設掉了連線 那也不難想像一件事情 因為U是一個開啟對不對 U竟然是一個開啟 以A為中心 我是可以找到一顆開球 整個掉在U裡面 對吧 所以至少對那顆開球裡面的點 X 這些事情都是OK的 連直線都會掉在那個球裡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假設並不算太過分 因為我關心的是可能很靠近A的點 所以我可以 不妨假設我的X跟它中間的連線 是掉在U裡面 那實際上呢 就算不是那個開球 沒關係 反正你只要這個連線有掉在U裡面 後面的論證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可以用的 好 我們現在假設完這個之後 另一個新的函數 叫做φ φ φ φ函數 這個函數呢 它就是把f 簡單的說就是把f這個函數 限制在這條線上來看 限制在這條線上來看 所以它裡面帶的點就是 1-t倍的a 加上t倍的x 好不好 x現在講的是固定喔 x固定的 所以它是一個t的函數 可以嗎 像這個樣子 好 那 這個式子很常見 這個叫做凸組合 或者說反射組合 看你的t是接在01 或者是a在外面 它就是在描述 a到b的這條連線上面的0 所以t能0的時候就是a t能1的時候就是x 它是等速率 等速度的在這條直線上移動 好 所以呢 你現在考慮這個函數以後 你就發現 剛才 我們做的所有的討論 全部都可以應用在這個函數上 為什麼呢 你可不可以很容易的證明一件事情 我現在已經假設f是 n次延續可為分了 你不能發現這個φ 另外呢它也是 好 我們現在假設這個t 我們不如啦 不如假設這個t 它可以活在-epsol 到e加epsol 某個epsol 可以讓它大一點 因為這是開擠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讓它突出去一點 沒有問題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這個t呢 它是屬於-epsol 到e加epsol 好 也不難看出一件事情 但這給大家想一下為什麼 好 φ呢它也是 n次連續可為分的 在這個f的epsol 到e加epsol的區間上面 它也是n次連續可為分的 好 以前呢我們在講 當變數的微分的時候 應該有提到過 假設有兩個n次可為分的函數 合成以後 還是n次可為分 對不對 那至於是不是n次連續可為分呢 你就看合成以後 那個函數是不是連續的嘛 那你可以證明都是 好 現在只是告訴你說 改成多變數也是一樣的 那證明大家自己想一想 就把定義寫出來 套進去 好 要想喔 好想一想喔 說不定會逃喔 好 好 一般的序數是這樣 兩個n次可為分的 n次連續可為分的函數 的合成 是不是還是 n次連續可為分 可以嗎 多變數的情況 OK 我們現在寫的還是比較簡單的 是一開始有一個多變數的函數 但是我最後把它套了一個 單變數的函數進去 那你可以想像一般的情況 就是兩個多變數的函數 合成的時候 如果他們各自 在相對應的區域上都是 n次連續可為分 那合成嗎 你是不是想像n次連續可為分呢 答案是是 想想為什麼 好不好 好 那既然它是n次連續可為分的 我就可以對它使用 我剛才做的 泰勒展開式的手法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呢 5帶1 就要等於5帶0 加上什麼 一次為分 帶0 好一接 然後乘上1嘛 對不對 1-0 然後加24微分 2接 1-0的平方 好 加 點點點點點 好 加到 n-1接 帶0 然後n-1接的微分 乘上1-0的n-1 最後呢 有個餘項 是-1的n-1 這個地方是從多少 0-0到多少 0-1 對不對 好 裡面擺的是什麼 剛才這個地方擺的是 t-x嘛 這個時候x是1 所以是t-1 t的 n-1 n-1 次方 n-1接 然後5的 n次為分 dt 整個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你沒有做任何事情 你只是把剛才所做的事情 套用在這個 很奇怪的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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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你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兩邊全部都寫為f 所以 想一下 這個是什麼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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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f of x 對不對 所以左邊就是 f of x 這個x別忘了 x是有好幾個座標的 是有n的座標 可以嗎 x是x1到xn 有n的座標 那一樣的 5-0是什麼 就是fa 所以真的寫出來 就是f of a1 一直到an 可以嗎 好 所以前面這兩個項 剛剛好就是在比較 x的函數值 跟在a點的函數值 可以嗎 好 後面呢 就類似的寫 就要使用圈入我 使用圈入我 我們寫一個 給大家看 馬上就清楚 phi的微分是什麼 好 按照鏈索率 phi是 裡面這個 很簡單的一次函數 套到f裡面 所以你要把 phi對t為分 結論就是 先把f 對x1為分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 一樣就還是套 e-t倍的a 加t倍的x 好 但是裡面這個東西的 第一個座標 要對t為分 所以它的第一個座標是誰 這個乘a1加這個乘x1 所以對t為分是什麼 是不是x1-a1 對不對 這第一項 好 那以此類推 加點點點 因為你是全入我 所以你要對每個分量 微分 還有第二個分量 微分以後 裡面一樣是帶e-t a加上tx 那乘上裡面這個東西 的n的分量 它會對t微分 第二個分量是誰呢 就是e-t倍的an 加上t倍的xn 所以對t微分就是xn-an 對吧 所以你發現phi的微分 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那 它其實也不過就是 f的一次微分 乘上座標的差 所以跟單變數的情況 完全長的一樣 以前單變數的情況就是 f的微分 乘上x-a 對不對 現在因為我很多的變數 所以我會 要對不同的變數都一次微分 然後再乘上相對應的 x-a 好 可以嗎 好 那將來呢 或者你們在物理裡面 可能已經看到一種符號 叫做t度 對不對 gradient 好 有時候呢 我們會把這個寫法 寫成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符號 規定成 f對第一個變數的微分 f對第二個變數的微分 這個項量 如果你這樣寫 那剛才這個東西就可以寫的 簡短一點 它就是 這個東西 這個項量 但是裡面帶的點是 不是x 不是a 是e-t倍的a 加上t倍的x 這個項量 整個跟 x-a這個項量做內積 你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 它的分量就是這些偏微分 x-a的分量 就是x-a1 x-a1 x-a2 x-a3 好 如果你現在沒有辦法 立刻了解 寫錯了嗎 再來分尾 然後它本身又會整件 喔喔喔喔 好謝謝 哎呀 那我們就把這個n 改成m 好了好不好 把這個改成m喔 這個k是m OK 其他不用改 這裡就是m 謝謝 非常好 注意到這個 可以嗎 啊 哎呀 哇 改在前面的 改在前面的 這不要改 改這個 把 把這個改成m 雖然也沒有好多少 但是至少跟剛剛比較一致 把這個改成m 這邊有要改喔 這裡都要改 改一下 m喔 這自己應該不會搞錯啦 所以 自己記得一下 這個 變數的個數是m一個 好不好 可以嗎 好 所以這邊也要改 m 那個是m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喔 好 就這樣 可以嗎 好 謝謝 所以一次微分是這樣嗎 可是你看這個地方一次微分是要帶什麼 這個不是兩次微分 真的 好 好 這一次微分要帶0嘛對不對 你帶0了之後變什麼 好 是在哪個點的偏微分 帶0進去 就是在a那個點嘛 對不對 所以帶0進去之後 它就是在a那個點的偏微分 好 所以這個項 這個項 它其實就是 好 我們寫經解解體驗這樣 好 對 xj 帶a 然後乘項xj 減xa 減aj 好 j從1到m 對不對 第二項可以寫這樣 好 所以其實它的寫法跟在單變數 這整個項跟在單變數完全是平行的 但變數的時候是什麼 就是微分 在a那個點的微分乘上s-a 我現在只不過是把它改成 它在a那個點的對某個分量的微分 然後乘上那個分量的x-a 加起來 就是這樣而已 好 我們再做一個你就了解一般的情況 我們來想一下二階微分 應該怎麼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說為什麼我剛才這邊寫到t 我不要直接把t寫0 因為我還要對它做二階微分 所以我先給我寫t的結果 可以嗎 好 我們把這個東西 再寫短一點 它就是 sum 就用新馬來寫 j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1-t倍的a 加上t倍的x 乘上xj-aj 好 j從1到m 對不對 那我要把這整個東西 所以我現在知道φ的微分是長這樣喔 那我要再把它微分一次會變成什麼 你看這個式子啊 你要把它對t微分嘛 對t微分的時候 只要看有t的部分 這個根本就是個數字 不用理他 這是個數字 前面是一個函數 剛才是f 現在變成那個微分了 函數裡面帶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再把它微分 要怎麼做 就再對它做全入我 就再微分一次 所以呢 兩次微分變什麼 兩次微分就是 你剛才已經有一個sigma 好 我就再一個sigma 比如說叫k好了 1到m 我就把每個人呢 就再對k的微分 對dk的變數微分 好 對dk的變數微分之後呢 裡面的東西不要改變 裡面的東西可能就是長這樣 好 圈入我的第一步 就是先 把整個東西對那個分量微分 然後再把裡面的分量 dk的分量 去對t微分 所以dk的分量對t微分是什麼 這裡的dk的分量對t微分就是 xk-ak 所以會出現一個xk-ak 對不對 好 但是別忘了 剛才外面還有一個xj-ak 對吧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 二次微分 就不過就是 把f 按照所有可能的順序 兩兩都微分 然後帶這個點 然後乘上 看你對誰微分 乘上x的x x跟a的x 相對的分量 把它全部加起來 就只是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 所以當你把0帶進去 因為你這邊要的是帶0嘛 對不對 當0帶進去的時候 前面這個地方變成什麼 在a那個點的二階微分 對不對 好 你就以此類推一直做 所以總的來說呢 你可以說 這樣推論完之後 你得到左邊是f of x x1到xn 它可以寫成 右邊是f of a1到an 那後面呢 看你用幾階微分 你可以假設你是用 哎呀我剛剛怎麼會用k呢 好吧 沒關係 你了解我的意思 這個k不是那個k喔 可以嗎 我還給你自己找麻煩 你寫l好不好 對不起喔 寫l 可以嗎 而且k也可以啦 你自己不會搞混就好了 好 我這邊想要用k來代表被微分的次數 所以為了一次到能減一次 好 那每一個的情況都長什麼樣子 它都是長這個樣子 好 這裡有i1 它是從1到m 然後一直到ik 它是從1到m 好 這地方就是k次微分 它微了k次 f 對 i1的變數... 一直到ik的變數 然後帶a點 帶一點進去 因為你帶0嘛 帶0進去就變成a嘛 對不對 好 然後乘上呢 x1-a1 乘乘乘 對不起 xi1-ai1 一直乘到xik-aik 好 這是一番像 最後的一個餘像 對不對 有個餘像 餘像就是-1的 n-b次方 好累喔 好 這個喔 你看到這種式子 不要覺得很害怕 因為呢 雖然sigma寫得很長 在這個地方 你根本沒有把它算出來的意思 它是一個概念上的符號 它就告訴你說 你要把f 用所有可能的數據 隨便你怎麼為 取再a點的值 然後取完值以後 乘上看你選的是哪幾個微分 你就乘上相對應的 x-a的分量 然後你把所有可能的答案都加起來 而且你的微分次數都要從1到n-1一次 全部都要做 就只是把它全部加起來的意思 所以你要了解它的意思 不要被這個符號給騙了 我寫出來只是為了完整性 到處你說也可以寫成這樣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好 最後一個餘像呢 我們剛才知道 餘像就是應該要積分 從0到1 對不對 那這邊呢 按照剛才的結果 餘像就是我現在這邊寫的這個東西 對不對 好我們看到這邊 好 前面我都要插掉了 好 那我先把這個餘像整理一下 好 這個餘像呢 是0到1 t-1的n-1次方 phi的n次方 phi的n次尾分是什麼 沒有什麼 就跟剛才這個一樣的高達 好 所以它真的寫出來的話 0到1 t-1的 n-1次方 n-1階成 後面擺的是什麼呢 後面擺的就是 n次的 i1從1到m 點點點 i n從1到m 好 然後這個地方就開始 好 尾分n次 好 然後 x i1 一直到 i n 尾分n次 然後裡面帶的點 你要注意 剛才這個地方帶的是t對不對 對不對 你那個是t就不是a喔 就是 1-t倍的 a 加上t倍的x 好 這整個東西乘上xie-aie 點點點xie-aie-e 這整個一串東西 我其實可以把這個寫在外面 我是把它對提積分 唉 我怎麼 我怎麼 怎麼會 好 算了 等一下再寫 就手要再小一點而已 好 本來是這樣 對不對 t 本來是要這樣子 可以嗎 但是呢 這個東西雖然寫成很長 也不要怕 他只會提一個積分 他是面數的 所以稍微整理一下 後面這一大票 東西 你可以把它寫成 可以把它寫成什麼呢 N-1接先提到外面好了 這不是很重要 好 然後後面這些 這些完全跟t沒有半點關係 好 所以你可以把sigma提到外面 i1 iN 好 剩下就變成一個積分 0到1 去積分喔 積分什麼函數 p-1的 n-1次方 好 很簡單的函數 乘上什麼呢 沒有什麼啊 就是只是把f微分n次而已 微分n次之後裡面帶的是 1-t倍的a 加上t倍的x 所以現在你要想像 x是固定的 x是個數字 現在是t的函數 你把這個函數可以提幾分而已 就這樣 好 這整個東西然後乘上 x i1-a i1 乘乘乘乘乘到 x i n 全部都只有對一個x微分 但是現在我有m的變數的時候 那麼我就要收集所有可能的微分 從第一階第二階的意思到 n階 那每一階的微分就有好幾個 因為你偏導數可以對不同方向的偏導數 他說你把所有順序都做了 做了之後乘上這個相對應的多項式 以前就只有一個x-a 他現在說 如果你這裡又對x1微分 又對x5微分 又對x7微分 這邊就要有x1-a1 x5-a5 x7-a7 然後你要把所有這種可能全部加起來 可以嗎 好 那他說余項也可以寫成這樣 好余項寫成這樣 那寫成這樣不要把它想太負責 他只是把所有可能的微分 對x1微分的一些微分 裡面改代那條直線線段上面的點 變成一個t的函數 這仍舊是個連續函數 因為前面這是一個連續函數 連續函數裡面套這個連續函數 還是一個連續函數 所以積分怎麼都沒有問題 然後再乘上一個t-1 分解體次方也沒有問題 仍舊是個連續函數 好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你要估計 請說 第一列 這下面應該是xiv 歐 歐 這裡 謝謝 謝謝 哇好厲害 居然可以看到這個 太厲害了 iK 好不好 iK 那i1到iK呢 你不要被這些sigma塗到 i1到iK就是說 你隨便填一個 它也可以重複沒關係 它也可以是1 1 3 5 5 都可以 就把所有可能夠做出來 那有些事情 我一直沒有機會去講 我本來是想說 找時間講或是下連續在講 去偏微分 順序如果 你對不同的變數微分 順序改變的時候 微分管的答案會不會一樣 比如說 你把其中兩個微分順序換了 做出來的函數會不會不一樣 在一些適當的條件下 是不會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假設連續可微分 就不會 所以 如果同學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參考書 考慕生在本書 某個章節 他就特別提到在我們前面 在一些假設之下 有一些不同的條件 你可以保證 可以偏微分 換順序的時候 答案會一樣 但是如果你不假設那些條件 那就有可能 換順序以後 答案會不一樣 這些比較奇怪的難數 會有 但多半呢 只要我們假設這個 什麼高次連續可微分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 精確的條件 希望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也許下學期 講多變數的時候 再多講一些 所以這一次告訴你說 其實 在學多變數函數的時候 很多地方 我們是想要把它變成 單變數函數來處理 像這個地方就是 表面上它是一個多變數的問題 但是你可以把它一圍畫以後 利用圈入 就可以變成單變數的問題 我剛才講的是 泰勒展開式的餘項 積分餘項 你也可以回想一下 以前 還沒有講 以前講微分情況 微分餘項的泰勒展開式 我可不可以 也類似的做成多變數的情況 當然可以嘛 就是把前面的這段論證 改成用 微分的泰勒展開式的 餘項的情況來討論就好了 那最後一項就是 不是寫成積分 也會寫成一個 好多個變數的微分 然後再某點的微分 如何如何的 我都不寫給大家看了 請大家自己去做一下 最多變數你還是有 這個泰勒展開式 也強烈的建議大家 你一定自己試著寫一下 比如說三變數好了 你就寫XYZ好了 那你可能寫個到 第四階的泰勒展開式 老闆餘項寫出來 確認一下自己是不是了解 這些符號代表的意思 符號呢 其實符號 這就有點像是什麼 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你煮菜的時候 你拿到一個食譜 有的食譜會有圖片 可是有的食譜可能沒有圖片 比較像是沒有圖片的食譜 但是你就把它做一次看看 就發現中間是什麼東西了 再來就是這種想法 可以嗎 做一次你都來吃一次 反正不會被毒死 不用擔心 可以嗎 這個是泰勒展開式 基本遺項 就是這樣估計 那自己要活用 我就不會再講很多的應用 也許下雨季有需要再講 你可以想一下 它有什麼實用 你就想以前 單變數的情況 你要泰勒展開式 可以怎麼用呢 就做一些估計 那這個時候多變數的情況 也是很有可能發生的啊 以前我們都講那種很簡單的例子 對不對 比如說什麼1.01的 什麼開根號 要什麼估計 這個時候是單變數 你不難想像有一些 你關心的量 可能是會跟很多個變數有關的 那每個變數如果都變一點點 都變一點點的時候 可不可以有一個估計的方式 那這是提供了你一個估計的方式 好 那你不難想像就是 如果這個積分 我可以估計 比如說我可以控制 F的N次微分的大小 我可能就可以估計 這個餘相的大小 就可以有一些了解 那有的時候 甚至當N區近於無限大的時候 也有估計的話 我就會得到一個 無窮極數的拉法 大概是這樣 好 今天好像提早講完 我要講個東西 不行 好 再講個東西 音樂要拍一個東西出來講 拍一個 拍一個齁 好 我們就來講一個 如果講到這個分子這樣 我們就來講一個 好 一定要再出一點聲音 哦 哦 哦 你又不是第一次 霞行李人 到底還握 好 好,我們來講一下俠吉分好了 這麼好話很簡單 不恰這樣子,improper,就是不恰這樣子 中文叫做俠吉分 俠,俠知道嗎? 俠是什麼意思,知道嗎? 俠,就是玉石上面有五點的意思 雜質或入五點,叫俠,可以嗎? 俠吉分呢,這是一個很古典的題材 在很多科學基礎裡面都會出現 我們前面講積分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有一個定性理論 就是怎麼去定義可積分的函數 還有積分是什麼 打步積分和積分的都是一樣的 可積都是一樣的喔 但是呢也有計算的理論 計算的方式以前呢就是說 你要用這個不定積分來做對不對 考慮不定積分 然後把不定積分做出來之後 只要你原本的被積分函數 是個連續函數 那麼原函數在頭尾相減 就會得到積分的值 你會有這件事情 好,那俠積分呢相當於是這樣 俠積分可能常常出現的例子 我們先從例子出發 定義我就不特別寫了 因為你看到例子就知道它的定義是什麼 比方說當我寫這樣 隨便亂寫 比如說sinx 除以x dx 當我說它從0到無限大 當我這樣寫它是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規定層 規定層 規定層什麼呢 規定層 規定層 Limit A跟B sinx x dx 然後我Limit A要趨近0 然後B要趨近無限大 可以嗎 像這樣 它的規定是這樣 那你說什麼叫做A趨近0 B趨近無限大同時去Limit 這樣寫不好 所以更好的寫法可能是 可能是把它寫成兩個 因為你知道呢 它兩個點需要另外討論 比如說我隨便亂寫 像不像 然後我Limit A趨近0 再加上B趨近無限大 1到無限大 好 那你要不要取1 不是 1到B 1到B 謝謝 1到B 你要取1 那要取2呢 都可以 你只要確定它們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要確定的是 我現在寫出來的這個積分 它是一個可積分的狀態 它在這個區間上是可積分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極限 如果存在的話 我們就定義成這樣 如果它們都存在的話 那我們就規定它的值這樣 那你不能想像這個A1呢 你可以換成別的數字啊 你要換成C也可以啊 這個地方C是某一個數字 在0到無限大中間的 那這樣的話 你知道這是可積分的 因為它是連續 連續 分母不為0 像這樣 這是一個例子 用例子來說明 表面上你要做這個積分 但是你明明就知道 它有一些問題 所以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這裡還有一些小小問題 我要特別強調 我在做的是狹積分 因為這個符號有時候還有別的意思 那我們這個課裡面 如果沒有特別提的話 它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只要 本來有一些可能會出問題的點 我們就先看不會出問題的情況 然後再取極限 再把你的端點網 會出問題的點 取經過去 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好 這張小積分 好 那問題就變成什麼 問題就是兩個 一個是說 給定格函出之後 我設定這個範圍以後 在這個意義之下 小積分到底存不存在 比如說你這個為例 你下一個問題就是 請問這個存在嗎 請問這個存在嗎 對不對 要問 我說取完極限 取極限從存在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它會不會算 有沒有一些情況是 我可以把它的值算出來 就是取完極限的值算出來 好 那在做狹積分的時候 有不少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 你知道它們存在 但是這個積分啊 你沒有辦法用求原函數的方式來求 比如說以這個函數為例 sin x 除 x 你是沒有辦法簡單的用 初等函數寫出它的原函數 你沒有辦法用多項式三角函數 它們的流離組合 開個靠 來表示 還有指數對數 來表示這個函數的原函數 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時候 就算你知道這個函數是可積的 你並有一個好方法 可以直接把這個值 說我求出原函數之後 然後把 c 跟 a 帶進去 然後令 h 進無限大 或是 0 令 h 進 0 然後這邊可能是令 b 去無限大 看看它會不會去近於某些值 一般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 那反倒是它可能要用一些別的 奇怪的技巧 取決於那個狀況 你不同的函數有時候有不同的技巧 來做 那一些比較統一的技巧 來做這些計算呢 還是有的 但可能不是適用於全部的情況 比方說 我們之後會去學 在積分號底下 可能求微分 或是做雙重積分 是怎麼做 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些很有效的方式 是要學到負面函數論 就是反倒 凡是跟這種狹積分有關的 或是這種無法求原函數的 用出的函數求原函數的情況 很多時候利用負面函數的積分 可以有效的求出它的值 定積分的值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以這個例子 這個狹積分為例 來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那我不會舉太多例子給大家看 因為大部分的例子 它要不就是像 用這種方式來證明存在 要不就是你要求出原函數 然後取極限 看會有什麼樣的事 所以 我就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我們要問說 這個狹積分求不存在 它有一個關鍵是 你不同的出問題的點 你要分開來取極限 不能夠一起取極限 比方說 像這個例子 我們寫一個 負一到一好了 我寫一個很奇怪的積分 這個東西 如果它要存在的話 它出問題的點是誰 0 所以你本來會想說 好 那我要應該寫它是 從負一到a 然後x分之1 dx 這是令a屈近0 負 對不對 加上這邊可能是 取極限 令b屈近0正 好 這裡可能是de 好 1除以x dx 你可能想要說 如果它存在的話 它應該要等於這兩個人 但是問題是 這兩個人都不存在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你算的結果是什麼 long x 絕對值 對不對 帶a跟-1 所以它的結果就是 long a 帶-1是0 對不對 這個東西會去進多少 無限大 當a屈近0負 對不對 好 同樣的道理 這邊呢 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 long b 這是負限大嗎 對 負限大 負限大 因為h是0 這裡long b 它也是會去進負限大的 當 離去進0正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都會去進無限大 這個去進 對不起 這個去進 正無限大 這是負限大 對不起 那是減的 可以嗎 所以那個是去進正無限大 這個去進負限大 那各自都不存在 所以我們說它不存在 這個 我們會說這個暇積分 收 發散 它是發散的 那如果都存在 我們就會說它收斂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它是收斂 convergent convergent equival integrate 一個是收斂 一個是發散 所以跟極速的感覺也有點像 但是特別強調是 出問題的點 你要用 要分段來取進 這是它的規定 它的定義 你並不能夠講說 誒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看 這是負A 這是A 我可不可以說 我直接令A曲進無限大 如果你直接令A曲進無限大 它裡面這個積分 對不起 寫錯了 對不對 是負1到A 加上 我寫負A 好不好 再寫A到1 你說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意思嗎 不太一樣 因為我裡面這個地方 這個數字曲進0 跟這個數字曲進0 的方式是有特殊的換點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不難算出裡面這個算起來是0 可以嗎 所以這個極限是0 好 那你並不能夠說 因為它的極限是0 所以我說它是0 不是喔 因為它的極限 它這個狹積分的規定 定義是 你必須要用 獨立的方式 來趨近 那些有問題的點 你要每一段積分 它的極限都存在的而已 怎麼樣 蛤 喔 謝謝 謝謝 可以嗎 好 好 所以這個地方只是一個 這是規定的問題 在科學的計算裡面 有的時候 反倒會成這樣 這樣的數字 這個時候呢 通常在傳統的語言裡面 叫做主值 記得什麼科系主值 好 那如果你沒看過 先不要煩惱 好不好 只是告訴你說 這是有區別的 上面這句話 這個熟不熟練 跟下面這個熟不熟練 是不一樣的兩回事 那當我們在講 瑕積分存不存在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 上面這種意義上 把這個積分分段 在每一段上面 它要是一個好的積分 然後讓端點 趨近那些出問題的點 每一段都必須要 收斂 這個時候我們才說 下積分收斂 我並不能夠說 我兩段是採用一個 很有關聯的方式來算 有算團收斂 我就說他收斂 不行 可以嗎 好 關於下積分的定義 大概就是這樣了 好 不講了 好 那麼 出本題題 出一個席題 這個席題呢 表面上跟下積分 比較五分 但是實際上 可以拿來優 好 席題二 我們以前在學 樹裂的收斂法散的時候 有沒有學過科西判別法 科西樹裂就會收斂 對不對 可以樹裂 來想一下 回想一下 有一個樹裂 當n 接近於無限大 這個樹裂 我要問他有沒有熟練 科西樹裂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認給我一個 X 我可以告訴你 第幾項開啟 任何兩項的差 都在X 裡面 對不對 這個是樹裂極限 存不存在的問題 我現在想要問 同樣的敘述 可不可以用在 函數的極限 所以我來寫一個 敘述 你可以把它叫做 科西判別法 極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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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限的極限的 我們就簡單一點就送到時數好了 事實上不用時數也可以 更複雜的空間 再複雜一點也可以 比如說完備的空間 不過我們就用時數 現在我要證明這個東西 極限當SGNA的時候存在 它的等價條件 等價條件是 對任何的ε 我總是可以找到一個Δ 使得對任何的兩個點 X跟X塊在S 只要這兩個點的距離 到A啊到A的距離 都小於Δ 都大於1 就是在Δ以內 但是又不是A 這個時候就會保證 它們兩個的函數值的距離 會小於Δ 這是等價於它是存在的 極限是存在的 可以嗎 這個跟科技判別法完全長得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以前科技判別法這邊是寫什麼 A N N趨近於無限大 對不對 好 那麼以前的時候呢 如果你以前是數列的情況 那麼以前是N要越來越大 現在是X要越來越靠近A 所以以前這個地方是存在一個N 對不對 使得對任何的M跟M' 在正整個數以後 只要M跟M'都大於等於N 那就會有AM跟AM'的距離 在F'裡面 對不對 以前是只要這兩個數字夠後面 它們的距離就會很靠近 現在我們要的是 只要這兩個點到A的距離很小 又不是A 那麼它們的函數值就會很接近 所以這完全是平行的 然後我說請你證明 上面這個距離就要保證幾千存在 就如同以前講科技序列的情況 只要科技序列就等價於幾千存在 可以嗎 試著證明這件事情 證明這件事情 OK 可以喔 好 我現在寫的是趨近A 那如果你要改成趨近無限大也可以 或者無限大都可以 或是負無限大 隨便你 有各式各樣的趨近 你也可以選什麼單邊組 如果是在 如果是在時數線上 這個如果是 S是包含在時數裡面的話 你也可以討論這些情況都可以 好 那最後 這行題的一部分喔 第二部分 請你證明 這個假積分 是熟練的 好 收斂的 那這個行題呢 書上有 有答案 但是用你自己的話 然後用前面的這個收斂的看別法 來寫它 好不好 你千萬不要把書上的答案直接超過來 因為書上寫得非常簡略 我希望你給我一個好一點的論證 寫個理由 寫個論證說為什麼這個收斂 那這個收斂相當於在說什麼 相當於在說 相當於在說 你要去說明 你要去說明 比如說一道 你要說明這個 你要說明這個存在 然後你要說明這個存在 後面的這個存在是很容易看的 為什麼 事實上 裡面這個函數根本在領那個點 可以想成是連續函數 因為當它曲線領的時候 它就是一 它是有極限的 所以其實裡面這個函數 你根本可以把它想成這個連續函數 所以下面這個不會造成太多問題 那上面這個呢 請你把它想成是一個 叫做 FV的東西 那又是FV 那又是FV 可不可以用科西判別法 去寫為什麼這個極限是存在的 用前面講的科西判別法 想一下為什麼是極限存在 那我這個地方的一般別法呢 雖然是寫成Matrixbase的樣子 但是我們在套用在這個地方 很多時候 這個X就是實數 好嗎 所以X就是一個實數的自己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你想一下具體的情況 這個具體就是絕對值 相減的絕對值 好所以自己試著做一個轉換 那請證明 這個東西熟練 用這個方法 那你就要想一想 你要用這個方法的話 這邊是不是牽涉到 Fx-Fx'對不對 所以這邊可能就是要去算 FV-FV' 你要估計那個東西的大小 然後你要說那個東西 大小可以任意的小 只要你的V跟V' 跟無限大很靠近就可以了 好 我這邊是寫A啦 但是你也可以考慮無限大的情況 無限大的情況就是變大猿跟女魔鬼 對 好不好 自己推廣 好不好 自己推廣就不寫了 記得做一下這個行李 好 好 今天唱到這邊